求生者去打个三跑 对 而且特别有意思是吧 邦邦跟女巫他需要搬的求生者 可能完全不一样 对 就你邦邦好打的 好打我女巫的 然后你邦邦就不好打 好打邦邦的 可能女巫就不好打 是的 那我们看皮皮线先搬掉了前方 求生者抢了先知以及佣兵 哦 这个图其实是可以传送邦邦的 是 但这边感觉 也算是邦邦的一个突破口吗 感觉也有点像冲女巫打的意思 是吧 这首入恋伴的 是 但其实邦邦也挺烦入恋 挺烦入恋的 就哪怕你是传送邦邦 他也不一定好防到这个入恋似的 这边是搬掉了病患 那感觉是想邦了 对 想邦了 病患的话这张图也是很好溜邦邦的嘛 嗯 就哪个图都挺好溜的我觉得 对 因为他会飞 那你那个雷本身就在地上引爆 对吧 对 因为这张图他每个角落他都有数 你像你像红教堂 对 这墓碑昨天就是什么 墓碑的邦邦 是 就是能抓病患 对 病患在红教堂那张图在哪里可能都抓不了 但是在墓碑 唯独墓碑这个地方没什么好够点 没有那种高的建筑物 对 没有那种高高的树 对对对 所以如果病患打邦邦的话一定要想着自己要找个能勾的地方 不要去墓碑这种地方 是的 那这边也是选到了邦邦 这边最后求人者拿出了一手杂技也算是一个比较万能的位置吧 能救人能签字还能破译 对 这局整体的密码机是比较快的但是邦邦他有一个特径就是什么 你们即使修得再快 你们不敢修 你们敢修 只要我逼近身具了 你们就有可能被我快速的击倒 没错 感觉PP线这里是可以选择带个传送上下一条线的打法来打的 因为其实面对四人黑 你开局是很难正常的去寻找到一个先知或者邦差让你突破的 没错 那干脆就点一手炊火出来找人嘛 对 就待着这个先知 对 或者说这个邦差也不是不行 就看谁在的位置更差一点 那他就会选择去传送到谁那边 大方只有一台密码机 你总这两个人总只有一个人在那里 你总不能两个人在那里开修吧 对 总不能和修啊 即使你俩和修了 我外面先逼着油台 逼着这个杂技也是可以抓的 是 逼一逼佣兵的道具啊 他开局就是我撞到佣兵 没事我先去炸一炸你 对吧 把你道具逼一逼换逼一逼 那吹我好了 我再走人 是 让你佣兵后期没那么强 但是有一种佣兵打法是什么 开局 我费你的脆弧 给你一个雷 让你这个 对 也有这种打法 但是一般不会用 一般不会用 万一对吧 观众就以为你 不是战术 以为你白给了 对 你就跳进黄河洗不清呀 是是是 这里确实带了晚留 没带底白啊 那应该是 跟我们那个预测的差不多了 对 这个图其实你带闪现到后期的收益也没那么大 没错 好 现在就比赞方面 本场对局受压压的监管者 对着NCT的穷者 尤其是怪咖 九亚鸡 给你带来 有实时赛况的解说 好 看一下 是目前一个整个庄园的投影 看一下出生点 这个出生点位 好像是在两板一窗吗 两板一窗的位置 是 是个角落 那木屋的话 两个人直接来逼迫木屋 哎呦 脸上就是一个好抓的先知 对 第一时间就撞到了 先知也能 撞脸吗 没有选择直接在木屋的方向拉点 因为木屋这个位置有两个人 自己拉点 队友其实也挺难受的 总得有一个人站出来修 这个先知可能是对自己的牵制能力比较自信 所以这边 哎 看一下 用一个架窗 啊 那自己窗谈 已经交过了 对 这边只能进行一个短板的躲雷了 看一下 哎呦 一波恶连雷连上了 皮皮线手上的雷是非常充裕 还有四个 这四个雷感觉 黎明这位点位是进不了窗的 是 而且手上这只鸟被炸掉以后 就有一个定时带走的可能性了 哎 这里延长三年 是空掉 但是有一个隔窗的机会 直接打倒 太快了 这样 传送帮帮 上来撞脸 太糊了 皮皮线对吧 对的 那这个传送甚至能用来手艺 你们卖人的话 我直接压出去 然后再传送回来手艺都可以 哦 脸上就是自闭 自闭的一个邮差 哎 这边还干扰到破译速度最快的一个人的破译 确实 确实很舒服 那现在 开始了 开始进行他的手艺博弈 对 但幸好这边是什么 通缉了个杂技 这要是通缉一个佣兵 哇 这局就是猎上加猎 是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速度很恐怖 你看这台密码机 就他开局撞脸先知的情况下 邮差的密码机都快开掉了 对 因为先知有天眼嘛 嗯 他就跟你说 我我我 我赶了 我赶了 你们赶紧破译 大方的这个这个邮差就直接说 好收到 嗯 保证完成任务 直接就修了一个台90的密码机 因为他上来是有一封一个破译加速信嘛 是的 是没有人比他修的更放心了 所以先知在被抓 嗯 这把其实求生者是也是对保平打的嘛 因为对邦邦 他的三人三出概率会比打女巫的更大一点 是的 那这只鸟还在身上感觉 会不会来卡满就一波呢 但是卡满就一波 其实有双导风险的 对 但唯一好处是什么 双导必须什么 巴巴是出了十刀的 出了十刀的话 先知带着鸟 就可以在大方这张点 二流 但是这边是卖掉了 接传送 又找到了邮差 节奏衔接非常的快 对 这边放狗咬到 想要往大方去转 嗯 大方转的话 还可以 因为怎么说呢 如果椅子坐掉的情况下 他去倒在二楼的内侧 有三摇 他是挂不上的 对 至少都要下来一次嘛 对 哎 这边想要躲雷 但没躲到 那这样的话 这位置很危险了 哎 二连雷空了 有点可惜 来补一波 遥控雷先炸 手上再留一个二连 加在这个点 你只能 哎呦 这波自闭的博弈有点好啊 他是在最后一秒躲开了 那个两秒雷 对 而且没给到拿十刀的机会 嗯 拼片的雷有点跟不上了 他有点急了 对的 不能这样丢啊 单雷怎么炸 这样手里一直没 二连雷就一直炸不到 这边狗又好了 又咬了一口 自闭这一波立大功了呀 二次牵制非常的出色 是的 往窗户里面一番 一个双坛 再拉到楼上 那楼上又不好丢雷了 是的 是的 他这个距离跟刚才距离不一样 有比较远的 现在密码机是被脱垢了 对 这个时候两个化险为宜的人在外面 那只需要一个人去破译 一个人过来卡着就行了 是的 你看他这个传送 上一波传送追到现在 传送CD还有十几秒好 牵制的足足八十多秒 确实太恐怖了 就昨天的一个邮差 今天的一个邮差 难怪邮差被砍了 都是这些人玩的 二次牵制能力太出色了 又能修又能牵制 对按正常来说是什么 我队伍里面 如果这边来救人 遥控来躲 没躲掉 但是没关系 直接扯下来了 这边是化险唯一的时间 已经密码机压好 感觉想往大房走 没事 可以挨炸吗 挨炸 因为我们大不了 倒地开 这么近的雷都能躲 对 因为大房那个板子 其实是还在的 我觉得它一个窗弹进去 可以倒地直接开了 哇 这子币这躲雷 拉满 是 拉满了 甚至还没倒地 没倒地就开了 因为刚才一直在躲雷 子币这边的操作 非常的优秀 对 这边是有挽留的 但是手上是个传送 然后地窖性 好像没有刷到一封 一封都没刷到 对 但是大门那个位置 有地窖的话 其实拥兵压密码机 他能够看到 看有没有给这个油材 他就爆了 一只狗 这个风雨派的位置 也太好了吧 工地直接咬住 那这样的话 距离拉开 一身砸技一尸 再往小门走 这里自闭 疯狂的往大门地道点走 而且有身距 这边有挽留 感觉也无济于事 但是一身好像 暂时出不了门 能走吗 这里得骗一刀 骗刀了 哇 没办法呀 这一刀你赶不出吗 你不赶不出的呀 对对 就等到地窖的博弈是最有意思 地窖开的一瞬间 人家狂按那个窖 他就下去了呀 总有一个抬刀动作的 总有